Shakespeare Sonnets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诠释第一首 这个系列的影片是想要以人文学的观点 以真善美的理念来诠释莎士比亚的作品 所显示的知识 他的天才 他的美感 我的诠释不会采用社会科学理论 后现代主义观点 专业的文学批评理论 我就是以一个学人文的人来读一读这首诗 这首诗的大义呢 好像是作者 也就是莎士比亚 在劝一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条件好 灵性高 有天资等等 总之条件很好 那莎士比亚要劝这个年轻人呢 要结婚 要生小孩 但是这里面其实有一种意理 或者是哲学性的意涵 蕴藏在其中 艺术文学是美感 那伟大的艺术家文学家就是透过美来追求真跟善 而高明一流的文学家 艺术家 不会直接用理论的方式 用非常僵化的教条方式来呈现那个真跟善 所以就需要人们加以诠释 问题又在于 如果你要这样子诠释的时候 别人可能就会说 他这个诗句未必有这样子的含义啊 有人就会认为应该要让艺术归于艺术 为艺术而艺术 就是艺术的最高追求就是美 所以文艺载道跟为艺术而艺术这两种观点 长期以来也都是艺术界 文学界 会争论或者感到紧张的课题 艺术家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传达高明的理念 但是艺术家又不希望自己提出的理念 好像被哲学界的人 其他学科人 当作一种专业的学术来评判或批评 那么西方语文 因为在中文世界算是外文 这种不熟悉的语文再加上他们引用专业的理论 就导致外国文学作品在台湾好像就是非外文系不读 好像你要去读这些文学作品 你就还要进入那个圈子里面 了解一些相关的专业 你才有足够的工具或条件去读那些东西一样 但其实了不起的人文学都是互通的 伟大的文学家 伟大的哲学家 伟大的历史学家 其实他们有共同的追求 那我就是希望呈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表面上是非常感性的描写 其实背后蕴含深刻的人文性 那如果你不愿意同意的话 那就至少也把我看成多元诠释方法中的一种 那就好了 好 那首先先来念念这个诗 from fairies creatures we desire increase that thereby beauty's rose might never die but as the ripe earth should buy thy disease his tender air might bear his memory but thou contracted to thy own bright eyes feast thy light's flame with substantial fuel making the famine where abundance lies thyself thy foe to thy sweet self too cruel 十四行诗的结构是四行一组 所以就是四行四行四行最后两行 不过也不一定需要拆成这样子才能读 第一句 最美丽的creature creature就是被创造物 这是因为西方有上帝信仰 那也可以说就是生物 就是我们希望最美丽的生物能够增加 当然表面上的意思就是指 好像希望这个年轻人能够生育子嗣 但其实这背后有个哲学性就是说 美 最高级的美 我们希望它不会是短暂的 也就是说最高级的美 我们希望它是永恒的 有这个哲学性的内涵 第二句 That thereby beauty's rose might never die 那这里修词是beauty's rose 这个加一个rose的意思 加一个玫瑰 就是要对应这是一个生命 因为玫瑰会绽放 玫瑰会凋谢 所以它的意思是 如果美丽的事物能够增加繁衍 那这样玫瑰就可能永远不会凋零了 But as the riper should buy tiny disease His tender air might bear his memory 它说当the riper就是越来越成熟 随着一个生命越来越成熟 在这里可能是指那朵美丽的玫瑰 越来越成熟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衰弱凋零 在这个时候如果它有子嗣的话 继承者 Tender是温柔 其实在意思是可爱的 稚嫩的 这样子的话 你的子嗣就能够保有你的记忆 这个保有记忆的意思 好像就是继承了这个生命 因为memory其实就是代表人生嘛 所以你的后代能够拥有你的memory 其实就是一种 类似一代传一代的意思 But thou contracted to thine own bright eyes feast thy light's flame with self-stantial fuel 它说可是你呢 Contracted to thine own eyes Contract就是签订契约 意思是说你把你整个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你的明亮的双眼 Bright eyes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明亮的双眼其实是在暗示类似天资 因为是明亮 双眼是用来看的 它在暗示的是智能 资质 feast thy light's flame with self-stantial fuel 它说你用自己的燃料去点亮你自己光亮的火焰 那这个火焰呢是对应上面明亮的双眼 好像你的双眼熊熊燃烧 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说你把你的生命 substantial fuel 这是暗示你的 你的人生的这些岁月 都用来点燃自己的明亮双眼的火焰 这里的寓意就是指说 这个年轻人有很好的资质条件 那他都把注意力放在 如何让自己这个条件能够好好发挥这件事情上 所以就导致下面的 所以当这个年轻人这么做的时候 他把心思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他就让原本应该要有所丰富的地方 发生了饥荒 这里就是要暗示他可能是不结婚 所以本来应该要子孙众多 现在却闹了饥荒 所以呢 Thyself, Thyself, Thyself 你成为了自己的敌人 To Thysweet Self, To Cruel 你对于可爱的自己非常残酷 这是在对应上面 身边是短暂的 你越老你就会凋零 所以你自己这种不愿意 类似有指示的态度 或者把心思只放在自己生命身上的态度 反而让你自己成为了自己的敌人 因为你不愿意让自己的生命能够延续 所以你对于自己也太过残酷了 Thou that art now the world's fresh ornaments and only herald to the gaudy spring 他说你现在呢 是这个世界上最fresh fresh就是新鲜的 就是当令的 就是时节正确的 the ornament ournament就是一个装饰品 就是美丽的事物 and only herald to the gaudy spring 所以你只愿意 herald是欢呼喝彩 gaudy spring 缤纷的春天 也就是你只愿意为缤纷的春天欢呼 这就是指 你只想要活在当下 活在青春 within thy own bud burys thy content and tender chair makes waste in neglecting 你在自己的花苞里面 埋葬了自己 其实 有一些诠释又说 这有性暗示 反正诠释莎士比亚人 很喜欢说莎士比亚 什么地方都有性暗示 或许有 但这种事情就像是 诗经三百篇 很多男女情爱 要怎么看待 一句话似无邪嘛 不过有很多地方觉得 那未必是性暗示 但是人们喜欢性暗示 就觉得 到处都是性暗示 其实 把自己埋在花苞里 大概就是指 孤方自赏 的意思 那chill 大概就是指一个 当时的那种 一般男性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你因为 nigrating nigrating是吝啬 你因为自己的吝啬 反而在浪费自己 浪费什么呢 浪费生命 最后两句 墓与你 吞噬了这个世界 应有的事物 那这个坟墓 其实就是指 你的死亡 让这个世界 本来应该有的 美好事物 消失了 消灭了 好 那为什么我会说 莎士比亚这些 诗背后 有人文 哲理的意涵呢 为什么不能说 那他字面上 就是在劝 年轻人生小孩 最简单的一个 手法证据 就是指 莎士比亚 自己生了小孩 他看了自己的小孩 觉得自己的小孩 是小莎士比亚吗 那莎士比亚 写了多少戏剧 都是父母亲 有不孝的小孩 或者不孝的父母亲 有好小孩 逮族出好损 这个事情 其实一般人也都知道 所以莎士比亚 这首诗 其实是在暗示 天资高 灵性高的人 不要不理会 这个世界 不要因为 这个世界不够好 所以就活在 自己个人的世界里面 你要想想 要怎么样 让自己的好 能够增加 能够繁衍 或者影响 这个世界 他其实是在暗示 能力高的人 天资高的人 应该要对这个世界 有慈悲心 所以表面上 他好像是在讲说 你要为了自己考量 否则你老了 一切都没有了 但 更高的意涵 其实是在说 对这个世界 要有慈悲心 这个就是 他最后 为什么要说 Pity the world 怜悯这个世界 好啦 那最后再说一次 如果你不喜欢 我这个诠释 那 你就干脆 采用多元主义 就把我视为 多元的一种诠释 那 那应该可以吧 好 那最后就再来 把这首诗念一次 from the fairest That art now The world's fresh ornament And only harrow To the gaudy spring Within thy own But buries Thi content And tender chill Makes ways In negating Pity the world Or else this glutton be To eat the world's dew By the grave and sea 好 就这样 拜拜 Bye bye